老师看一下小苹果 小苹果指说它的木莓菌 它用3公斤的米菌1比50的固态发酵6天 这样有算成功 米菌在前一天我刚才有看到蛆 表层有一些菌丝摆在土黑 这是什么样的问题 米菌有把它吹过 现在不是落定的这个体制 木莓菌固态发酵菌 没办法大力去土里面 这样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来使用 是不是可以拿它来罐头和这些 我敢做液肥 这个当年木莓菌要做液肥 当然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 不是很多人都会去推荐 比如说加这个凌晴粉 用这个海草粉 那么最简单的就是这样 这个配方是台中改良厂 台中改良厂 他们所用的乳清蛋白粉 还是脱子奶粉 还是说在这个 大力有一种植物性的 这个我感觉这种东西很好用 比动物的就更好用 它叫做豆奶蛋白 这个 如果今天说的 可能很多人在米德哥 就会一直在用这个东西 因为 这本来这种所谓植物性的 这个 蛋白质 这种豆奶蛋白 这个本来就有 这个 就比我们 专业 专业在 专业在生产这种的一个 那么 这种在做发酵的时候 很多会去拿这个东西来 来做 会用这个来做这个 这个处理 就是说他把他小分子化了 那为什么要去把他小分子化 这种东西就是 类似我们 治疗 治疗为什么要去做发酵豆粉 他就是要把他小分子化 小分子化 他当然就更容易吸收 我们 还是要练 有的人在锻炼肌肉 他都要吃什么 吃蛋白粉 可吃肉不够 都要吃蛋白粉 这个题外话不讲 好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 譬如说你要是要用这个木霉菌 来做这种 那么你用这种 他有一个配方 譬如说一个汤 这种 一个汤 那么大概20升 最好是大一点 譬如说你要是要做20粒 你的汤不可以只有20粒 要稍微大一点 那么乳清蛋白1公斤 海藻粉8公斤 这海藻粉不用买很好的 有一个一种在拼 放在水底 垃垃的 垃垃的那种 就行了 不用一定 就要那个 微颗粒 放在水底 就淹去 那种的比较贵 一种 你如果是有 质核素 你可以 淋一层 质核素 要用木霉菌 木霉菌大概就是 他 大概就是1,000倍 比如说他 20粒 你没汤 你就用20粒 大概20克 那么这个用糖蜜 糖蜜 他是用10% 这就是说20粒 水 你用2公斤的糖蜜 10% 我们的疾管是用5% 就是分两倍加 比如说你先加一粒糖蜜 下去 过几天就加下去 我们是加 加下去 所以你能这样来营 比如说有 淋 这个 雀化素 不然是 雀化素 但是基本的就是 这个零氢粉 就是海藻粉 大概一种的 但是这个糖蜜 一定要 糖蜜就是 碳 零氢粉 乳氢蛋白 还是说 豆奶蛋白 反正就是这个 一定要脱脂的 尽量找一种脱脂的 没有油脂的发酵 会比较久 你拿这个来营 那么这个 做木霉菌来说 一定要 一定要 固然辣 就是这些要很 最好能够 这个 怕风 去把它拉 这些做出来 大概是21天 比如说 每天都要拉 早晚最好都要拉 那么连刷 最起码要拉 差不多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过后 就不用再拉 再放14天 这个 前后再放几天 就差不多可以 有时候 如果辣人 可能就 一个星期 还是两三天 不一定 估人可能 大概2、8天 放更久 也可以用 这种也是可以 这种 这是在 这个 木霉菌的 液肥 这可能有去用 这种 尽量 可以拿来 罐头 有人说 噴效面 噴效面 当然也可以 但是 这个要过理 因为我们用的这种 我不知道 你用的粗油 稍微过理一下 其实你如果是用凌青粉 用海藻粉 会用的 这个 不是用虾蟹殼粉 你是用夹合素 虾蟹殼粉 有的 比较粗 不一定 会用掉 所以它会黏黏 固固 这种 你才会过理掉 没它的 特殼 这大概是这样的 这也能用木霉菌 来 用木霉菌 来做一个 这个 虽溶 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情况 那么 最好就是说 可以用 这个 比较 广口的 这种 那么 把它 拉丁挡 拉丁挡 这个 这个 效果 其实也还 不错 我觉得 如果 没那么麻烦 自己去做 这个木霉菌 这个异肥 那么这个大概 成本也不会特别高 大概 应该 起来 差不多 几百块 这 一趟 20点 差不多几百块 就有了 你也可以稀释 有的人说 不必 最好是稀释 一个 稀释差不多 100倍 300倍 200倍 300倍 罐头 可能100倍 没要紧 全庙面 最好是300倍 还是500倍 市况 没问题 再来 再来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容易去操作 这个 很快可以 做一个 这种方式 我觉得 也不错 木霉菌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干涉的 干涉的就是米坑 这种 我个人是说 因为 我觉得这个会比较 麻烦 但是 我个人觉得效果比较好 因为木霉菌 木霉菌是一个耗气菌 所以你如果像说 那个蜈 在做液肥 那个过程 你搅拌 不说很完整 做得不太好 做出来的这个东西 有时候不太好 还是说你做得好 把它放 放不稀疾 不然再去拉上 然后 它的 燕粮发酵 或者 复杂度 比较高 糖蜜 这个 速度会快一点 为什么要加糖蜜 有人说不加 不加没关系 但是你不加的时候 它比较有这个 蜘菌 所以 一般你看起来 这个很像是木霉菌 这个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就是说 因为它的 这个 你的米坑 你炊好 你把它炊过了 你要把它弄得鬆鬆 然后有一点点湿度 一般同时 我们会再把它 噴一段 糖蜜 都要管定 那么它会加速它的 这个 这个 发酵 所以你用木霉菌 三公斤 然后米坑 这样 这个木霉菌 用三公斤的米坑 1比50 不用加1比50 甚至可以1比100 到1000都没有问题 就是 你木霉菌 如果一公斤 你会做一斗 有的人说 我们自己 就不用这样 要做 做少 大概50公斤 还是100公斤 我们的米坑 其实 有炊一定是 较好 没炊 这个看起来是还可以 但是就是说 你这些东西 如果已经有木霉菌 那么 比如说你不是烙电 这个时候 那么你还要再做 这个发酵液肥 那当然可以 你可以刚才说的 那个比蕾 这个比蕾是 我们这个 台中改良肠 这家家 大概目前 我们市民上看到 差不多是这个比蕾 大家觉得还不错的 这个比例 这算稳用 这没什么 但是 一个环节 你一定要讲 或者说 一定 爱 一定 爱 一定 爱 这个比蕾 比蕾 比蕾 这个大概是 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有一个 他好像有去 去做一个叫什么菇菌 菇 菇包菌 还是什么 其实就是木霉菌 然后他有去计转 然后有这些东西 你可以去看看 我们这个木霉菌 其实有很多 其中 大概都可以 我们这个木霉菌 其实也是很原始的 这个东西 怎么说 叫做很原始 就是说 在木霉菌里面 我们现在在用的 这支木霉菌 算是老大 什么叫做老大 就是 他在江湖 已经是一种传说 就是 有后面 当然陆陆续续 还有出来 但是这个算是 在市场上 就是一个比较 在靠前的 就是没有被市场淘汰的 这个 比如说我们英雄的 这个荣林郡 我们不敢说他最好 但是 至少在这个市场上 他是没有被淘汰的 这有的很多出来 然后就昙花一现 他可能有某一种的 这个缺陷 所以 这是这样 那么这个 你现在不是烙电的一个这个时间 你用固态菌 没法带在肚子里 你可以把他 比如说你的米坑 对不对 你可以 把他包起来 把他包 因为用一个 沙网袋 沙网袋 那种 把他包 比较柔的一种 这一般通常我都是建议说 去买什么的豆奶茶 这一种 现在有人专门在买 那种 你把它包起来 包起来 这个 把他包起来 把他包起来 看你要用多少 水 比如说我水 把它放下去 我要 加什么东西 你把这 这汤 这个垃圾里面 一包包起来 把他 里面 把他放下去 或是说你总要把他沾在里面 把他垃圾 马仔我要管 我走这个阿波我就把他沾 沾到垃圾 垃垃垃垃 不需要什么去 做发酵衣服的 又一种 你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东西 用压在这个方式 把他灌在 那个头 你观察一下 你如果觉得效果不错 你 后天要插某某 要做这个 固态的 这个发酵 还是什么样的 都可以的 那么 这是什么 这个 我们在做这个木霉菌的时候 比如说你如果是做固态化效 要稍微把他沾沾沾 因为他的好气菌 要沾沾沾沾 不能太沾 太沾 你要噴点水 让他沾沾沾沾沾 他很快 他就 他就能来 你如果有吹过 就 就比较 不会有那个 一些 很特殊的 那种 那种 绿色的 那种 就是 一开始的 这个 这样 红红 那种 那个不太对 那个年菌 那种东西就不太对 其实那是没关系 但是 它会消耗 我们的 这个 米空的 营用产生 生存 产生存 是怎样 所以 大概是这个 得利 所以这个是这样 所以这让我们 这位听众朋友 做参考 那么 比蕾这个问题 你可以找台中厂的 这个比例 其实我也是 差不多都是用 那种比蕾 可以来营 就是做成 易肥 所以 多 多方面 因为 木霉菌 如果 我们做出来 这个 原菌粉 你可以用米空 去扩培 那么菌素的量 很大的时候 木霉菌 真的是 不过 个人 认为说 它很好用 我都把它撞在 那个 西瓜 栽培介质 里面 效果还不错 这让你先 做一个 参考